前几天频繁被民科碰词 直到今天早上 还有朋友发私信让我去看民科的视频 史学界民科有一个共同特征 就是全盘推翻西方文化 比较著名的历史民科叫何新 出版了希腊为史考和希腊为史考续 黄中平出版了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 董病生虚构的希腊古文明 楚玄石虚构的西方文明史 杜建刚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 这些人的目标只有一个 通过推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 来证明我国文明的古老和先进 在学术界看来 这些历史民科本来就是个自娱自乐 但由于这些人不断的出版书籍 在网上还真有人就拿着他们的书 每天理直气壮的讲课 就迷惑了很多对历史缺乏了解 对逻辑常识欠缺的人 这个是史学界的无奈也是悲哀 明科是学术圈之外的特殊人群 他们不具备也不承认学术界的知识 与学术界无法交流 但他们却致力于推翻科学理论 或者自己重新构建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 民科的形成是有很多原因的 有能说的有不能说的 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反制主义 普通民众与学术界之间缺乏沟通 这就造成民众对理智以及知识分子的排斥 转而去相信与自己的认知更为接近的民科 在民科的指导下就形成了反制主义浪潮